中常會後的轉述 那麼今天在專案報告部分是邀請這個國安會秘書長 吳釗燮 外交部次長吳之中 經濟部次長 沈榮晶 農委會副主委翁張良 來分享英傑專案的成果報告 那麼外交成果是全民共享的 那在這個專案報告的首先是由國安會的秘書長吳釗燮 針對這個出訪的整個成果做大致上的形成的分享 那麼最後的結語的部分 吳釗燮秘書長強調 第一個部分是踏實外交改變過去單項援助 採取雙邊對話 尋找互惠互助的做法 那麼未來對邦交國的合作模式 將會跳脫以往較著重單純或 單項外援的做法 那會轉為走向以協助 這個經濟社會發展為重心的雙邊合作模式 並強化經貿跟市場雙邊合作上的重要角色 另外 政府未來在合作方案 上面會將這個產業跟市場的發展 一併列入考量 第一個部分是 政府會請這個產業市場的專家 考察友邦 那找出雙邊合作可以達到最大效能的投資貿易機會 那第二個部分是鼓勵以及協助企業主團訪問有班 與在地的企業互動 找出投資的商機 第三個部分是 政府會利用現有的自由貿易協定及優惠的措施 強化這個企業全球的經貿佈局 這是這個吳釗憲民務長 大概就這個整個殷傑專案分享成果報告中 提出的捷運的部分 那另外 此外就是有關於這個 經濟部次長沈隆金是 針對這個 經貿合作跟這個投資概況 做相關的說明 那麼農委會的副主委翁張兩部分 是這個針對中美洲四國的農業合作現況 做概況的說明 那在相關的這個成果報告做分享之後 那總統 蔡英文主席也特別才是 他提到 這次的出訪是很緊湊的行程 我們走過4加1的行程 相關的國家對我們也都很好 在這個期間 當然中國方面也很注意並且觀察我們 蔡主席認為這整個外交的行程 這次走來算是順利的 沒有什麼波折 基本上是一個 相當順利的行程 那這中間很多人的投入都很辛苦 蔡主席 真的非常感謝 那在這後面要做的事情 還是很多 所以他也請這個外交部 一定要把所有要做的事情都列出來 做管考 然後拿出來做討論 這是以上是蔡英文主席 針對這個英傑專案 成果報告所做的才是 立法部門的報告大致上是針對 這個總預算案的協商 那柯總召就是針對這個總預算協商 做相關的說明 此後 相關的立委就去立法院 繼續的針對這個總預算案做協商跟處理 那另外在這個行政部門的報告方面 行政院副院長 林錫奧副院長有提到 有關於這個穩定物價小組會議 有做這個整體的調查分析的報告 那他特別有指出 這個春節前 各項的民生物資的供應 物價是平穩的 那供應是無語的 那麼也請這個全民 不用特別的憂慮跟擔心 那以上做這個相關的 這個中常會的轉述說明